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谈自媒体 那今天红盒给大家聊一聊 商业自媒体和自媒体商业 到底有啥本质的区别 你一定要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商业自媒体和自媒体商业 你肯定做不好 也不知道人家如何做得好的 我们以抖音为例 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粉丝点赞量永远比你的高 一条两条那可能就几千万 有的人做了不到一个月 甚至是一周 可能粉丝量又达到了一千万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背后有哪些逻辑呢 又暗藏了哪些手段和方法呢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事 叫做商业自媒体 商业自媒体有三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是什么 团队运作 团队运作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投资型运作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 专业化运作 那么我们以其中的一个特点 就投资型运作 你总会发现那些抖音刚来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一下子有几百万的粉丝呢 这里不排除什么呢 投资型运作 打个比方吧 说我可以多少时间冲一些粉 多少时间刷一些赞 那一千万的粉丝 我前期搞一个五百万 搞个五百万之后 大家就认为 这是个明星 这很牛 就相当于包装了他一下 这种包装的过程 这种刷的过程 就是一种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在自媒体前期创作这个个人品牌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们会发现那些大红职者背后都有一个财团 都有一个金主 都有一个团队来包装他 他成为一个个人品牌化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前头站 一个个人的一个代言人 就是这样的 还有呢 就是他们是专业化运动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拍短视频 他都带有了灯光师 摄像师 脚本一套的人嘛 甚至还有后勤保障 那你想想你们这些个人 上来一看 哇 这些人拍一拍就几千万 就几百万的 我做不好 我没有能力 你错了 你是用你的什么呢 用你的自媒体 跟人家的商业自媒体来PK 你当然不行了呀 你一定要跟什么呢 跟你这个领域的人PK 都跟这些创业者 跟这些新人PK 你就有自信了呀 其实商业自媒体占了我们自媒体份额当中不到百分之一呀 那百分之九是有权的大众的 我们再来说呀 这个西瓜短视频 西瓜短视频毫不夸张的而言 就红贺可能是一个人 一部手机最清纯最原始的绿生态的这种方式 做好了什么短视频 我没有人 我没有没有团队 我找的主题呀 我的设备呀 设备是用手机 我那主题都是我我就坐在这一杯水 一杯水 我就可以脱口秀了 但是很多很多人你看啊 他做的不管好还是不好 他得有摄像机 他得有后期 甚至呢也搞了一帮人马 也搞了一个创业团队来拍这个短视频 这些都是商业行为 当然有一些商业自媒体做的非常棒 但是这些商业自媒体当中 80%的全赔钱 全在生死线上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和和做自媒体玩一样嘛 我没有压力 你们做自媒体的是什么呢 是创业的一种行为 是投钱 不断的投钱 甚至是还租房子 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搁你点韭菜 你们这些粉丝就别喊了 必然要搁你韭菜 因为他投入了嘛 他不投入了 他当然心情淡然了 但是他每天都真金白人的花那个钱 他不收你点门票费 他不收你点这个其他的费用 他不卖你点东西 那可能吗 所以呢 这就是商业自媒体 商业自媒体的本质就决定了 他必须商业化 我们再来说说哈 自媒体商业 自媒体商业是什么呢 是真的先以社交为主 我在记录我 我在分享我 我在传播我 比如说红贺 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干了十多年 好吗 我就记录一下吗 没有记录 没有发生吗 你就想想 现在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被HR人士欺负呢 人士问了 你哪毕业的呀 你干过啥呀 你在那家公司都干过啥 有什么成果吗 你不会回答 但是呢 如果要你们养成了红贺这种嫉妒呢 自己看去 这就是我十年的工作成果 我才不看呢 你不看 你不看这家公司 我不来了 你这什么HR啊 对吧 所以呢 你们很多时候被人欺负 被老板欺负 被投资人欺负 被合伙人欺负 被员工欺负 都是因为你没有记录 很多人都会一年四季当旅游吧 但是有人说了 长途你去过吗 那个西藏拉萨 你自驾过吗 你玩过吗 但是呢 你今天你把你的短视频 把你的抖音发过来 你看 我哪天哪天去的 比你玩的好 比你吃的好 他就服了嘛 所以现在是一个什么 眼见为真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什么 个人自媒体 商业化的本质 个人自媒体 商业化本质什么 是我不管商业不商业 我得什么呢 我得有个权柄 我得有个金牌吧 我得有个通行证吧 你别欺负我 这件事情我吃过 这件事情我干过 第二个什么 才是更好的来树立自己的个人化品牌 你说我们在职场了十多年 这家公司倒闭了呢 那我们就白付出了 人说你在哪干的 那家都公司倒闭了吗 就视为什么 视为你白付出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我们经常人生被欺负 职场被欺负 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媒体 没有记录 这才是我们个人做自媒体的核心 当你做好了这一点 你爱虚了你的羽毛 你慢慢的有了影响力 你比如说红贺 有人说那人家五百万呢 我就一个人啊 他是团队呀 那人家有一千万呢 他冲的呀 我底气硬啊 我傻傻的坚持 我没有成本啊 我一定会拍920条到9200条 他们可不行 你现在看一看 拼这个数量 拼这个质量 在这个平台上 在这个领域当中 谁能拼过我 拼不过 为啥呀 我简单呀 我原生态呀 我野蛮呀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做自媒体 一定要好好来思考 横贺所说的 商业化自媒体 自媒体商业化 你选择哪个 我是横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 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展开讨论和交流啊 有人说说你偷口秀 是不是照稿了 完全没有照稿 就一杯水 咱们就可以聊一聊 谢谢啊 嗯 嗯